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期话题里面有一个文化的现象的重点 作为我们讨论的核心 另外我们还会请两位文化评论员 来帮我们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请来的两位 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志安老师 另外一位是青年编剧叶琳 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是什么 我带来的话题是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事挺有意思 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修订过程中间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那么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的过程中 那么有些词 有些新的词汇 可以输入进去了 有一些带有英文色彩的外来词 GDP PM 2.5这些东西 没有中国字 纯是字母的 对 纯是字母的 如果我们纳入到这种现代汉语词典里面去的话 那么汉语的纯洁性会受到威胁 您什么观点呢 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语汇包括词典 它也应该与时俱进 如果你要不与时俱进的话 人们只会认为你的词典本身收入的不够精确 不会认为什么呢 语言本身要跟着你 出了问题 对 没错 是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我们国家历史上原来有一个词叫国手 大家都知道 形容在某一个方面 记忆特别高的人叫国手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裹脚这个词 所以说在足球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 有些人按照踢足球用脚的方式 就把足球运动员的优秀选手称之为国脚 就给引申过来 对 但是当时引起了很多语言工作者的愤怒 说我们汉语里没有国脚这个词 足球运动员也应该称之为国手 但是称之为国手 用脚踢球也得是国手 也得叫国手 但是这个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但是这个平时大家用语言的时候 没有人听这些专家的 对 最后发展到最后 实际上国脚这个词被固定下来了 对 即便是对于一些英文缩写的这些词 所以WTO啊 PM2.5啊 包括联合国的UN啊 对 那么这些词呢 其实在汉语里头 现在使用的频率也很高 它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PM2.5 如果你要把它翻译成汉语的话 它非常长 对 它是指空气中颗粒物含量 直径小于2.5微米的含量 在英语里 它也本身缩写 也是为了方便使用 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中文 因为我们中文没有合适的 没有合适的这种 能缩它的那种 能缩的这个意思 是吧 您的观点其实是语言是活性的 专家们或者什么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不必那么较真 在这边 不必那么较真 因为毕竟实际上 语言是为交流服务的 对 那么交流方便 大家能理解准确 我个人觉得就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像PM2.5 WTO这样的词语 进入现代汉语词典 我想那些学者的顾虑 有可能是因为 它不是我们这样的方形文字 就是它和中国传统文字的形态上 对 拥有很大的差异 对 但是反过来再说 汉语有没有保留 纯洁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 有 但是呢 怎么保证纯洁性 那么不是靠你规定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 在第一次翻译的时候要小心 你比如说 就是WTO 是不是 WTO 你如果第一次翻译的时候 如果让人接受了WTO这三个字 再想感觉来不及了 最开始你直接叫美之兰 别叫NBA 没错 你竟然叫了NBA了 再想回来美之兰就不乱无意了 太难了 太难了 您感受到这一点吗 也是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生活中肯定已经约定俗成的词语 它必然有它的一定的道理 我觉得如果拔高到国学 甚至捍卫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角度来讲 去让我们不去使用它 让我们甚至认为这些语言有它的偏激素 有它的障碍 我反而觉得恐怕是我们文化上的一种孤不自封的态度 另外就是有些人一直对于有人企图把汉字拉丁话这个事儿心有余悸 老觉得会出现这种苗头 其实不会的 不会的 而且那我那个妄言一下 我即使会了又怎么样 就是说真的伤害到我们语言的纯洁性 还是伤害到我们在语言中自古以来所表达的中国人那种意境吗 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一个开放的文化 这些都不重要 这就更开放的关键 对 这些汉字拉丁话都没什么意思 而且我相信短时间内不会有突破的 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担心 就是因为汉字这个方块字本身的力量是巨大的 其实英国的词典修订 它实际上有一个固定的周期 一般来说每个多少年修一次 它修订有一个原则 它实际上有一个客观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你的词的使用频度高于多少我就收进来了 因为它修订的时候它这么认为 它说词典的修订不仅仅体现了对语言的确认 还体现了英语历史 就是说英语在什么时间段流行什么语言 作为英语词典 实际上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 我每个版本里面收到过这个词 说明当时在用 将来研究英语语言史的人 只要把这些英语大词典一翻出来 一对比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 我们就知道哪些词什么时候出现 什么时候死亡了 这其实是在语言学上有价值的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人 特别容易把带点字的这种东西给神圣化 就是我们会觉得字典都能够收录了 就说明国家承认了 我们的文化已经把它承认了 其实我以前采访过周有光先生 那时候103岁 我就问过他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社会上流行好多火星文 他是语言学家 我说火星文 我说这个东西时间长了 会不会进入到语言 有哪些不会进入 怎么去对待它 我觉得老爷子说得特清楚 他说这事就甭瞎操心 他说语言文字是个活的东西 50年之后它要还在 你想不收它也不行 对 没错 50年之后要没有了 你想收它你也收不着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客观的 对待这种事的态度 我们汉字有一个特点 就文字是固定的 语言是流动的 就是说不同民族之间 可能说话 发汉字的发音差别非常大 对 但是因为文字 大家都认识 对 就认可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语尾应该与时俱进 这个与时俱进 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具体的文字的标准 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要与时俱进 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的观念 需要与时俱进 对 要放弃自己是管理者的思维角度 更多地去尊重社会现实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可能就是在编段字节 也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或者也许是这样 您今天带给我们的话题是 是这样 我在网上看了一段视频 相信很多人也看到了 这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 某派太极的传人 严芳老师和他的徒弟们在过招 在这段视频中 严芳老师基本上 在我看来违背了力学的原理 基本上举手之间 就可以把他的徒弟们弹开很远 我甚至认为 如果有此神功的话 是否整个现代人类的一些物理学 都要进行架构上的改革 所以我认为 他肯定是一个骗术 而且他和他的徒弟们在一起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 怎么说 不是一个很新鲜的 而是很常见的一种街头骗术 它在网上被传播开来 依旧能引起这么大争议 其实才是我关心的 您看到的争议是什么样的 争议我觉得主流吧 还是认为这是在行片 这是在和徒儿们在做表演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 这是因为你们不懂 因为太极文化博大精深 因为你若不练的话 你怎么能妄言呢 然后更有偏激的人 就会诗言淡淡地说 我刚刚我看到的很偏激了 说这个你真的不懂 说我练了太极20年 我可以离这棵树三米 我就可以发权把它打断 这个在我看来 我觉得可能如果真有此神功的话 国家真的应该赶快推广 与其保护 这样我们在奥运会上 甚至中国男族的成绩 我相信都会大幅度地提高 我曾经跟文明大学赵南原教授 那时候讨论气功的神奇的时候 他提到过一个观点 他说在社会上我们看到 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 就像你说的 但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说那是我们未解之谜 你不知道 你就不能说它不存在 他说像这样 持这种口吻的 一般都是 甭管它现在是什么学历背景 都是中学没学好 就是它在初中物理这个阶段 没有打扎实 那时候给女孩子写 纸条写多了 对 就是你初中物理那个阶段 你好好学 你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就可见那个时候 就是可见 这当你刚开始接触 现代自然科学等等 相关的这些定理定律的时候 你还是干不过你内心那种强大的 对神秘主义 对传统文化那种神秘感 罗拜 我在网上看过另外很搞笑的 就是咱们现代武术历史上 第一次当时呢 这个就是这个搏击 然后被录下来 当时是澳门 在澳门呢 两个武术流派的 掌门人 当时就说是江湖恩怨 要了结 就像武林大会 武林大会 当于什么令狐冲遇到杨过了之类的 是不是 结果那个视频被拍下来之后 大家发现其实跟街头的那个 就是两个王八拳 对对对 这个话题在网上传播的时候 我刚开始我特悲哀 我觉得哎呦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信那个 还有人信这个 一百年前说有人信 我们就认了 三十年前气功大师 满坑满谷的时候 说有人信这个 我们也不足为奇 到了今天 如果真的还有人信 说明我们还是一个 明智未开的社会 说明我们还处在一个 就是不论我们经济都会发达 我们的全民教育 还处在门槛之外的 这么一个水平 但是后来我就没有这个担心 因为我发现 其实大家都不信 就是真正信的人 就是您碰到的那个 可能是凤毛麟角 我也没碰到 其实说到凤毛麟角 是这样 我觉得网民 是一个怎么说 还相对明智已开的一群人群 其实这种太极 严芳老师这种太极 在 即使在我们北京 在我们北京的一些公园里 也还是有 也还是有的 就是说 我甚至我身边的朋友 是信的 对 是真信 是真信的 他们有可能那个也是 很受西方的影响 读了很多西方的书 但是到了 回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及瑰宝传承上 依旧是信的 而且 他真的相信 在通过不接触 或者说 不用发力的情况下 把你振开 誓言淡淡地跟我说 是可以振开的 其实这个事的最后的背景 并不是说一个诈骗团伙 至今又能那个怎么样 而是说我们人民心中 对传统文化中的 所谋摩拜 甚至是有一种 不敢提出异议 不是说不敢提出质疑 这才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 他自己需要一个偶像 需要一个奇迹 没有奇迹了 他会心里难受 都睡不着觉 然后出了一个 他会迫不及待地认为 他的那些东西 得到了验证 所以在那个层面上 他不是需要的 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去指导他 而是他在文化层面上 需要一个东西 让我去相信 那个东西是很难 很难彻底解除的 当然不完全是 也许有一些 我相信是我们的 对身体有好处 至少像调息 所以说所谓的吐纳 对你的内脏 应该是有好处的 就好像如果你常年慢跑一样 对你的内脏 心脏功能都会有好处 我曾经去 怎么说进入过 这样的团体 这个团体就是说 他不是说以敛财为目的 这样首先让我打消了 他可能不是诈骗团体 他是一个老师 带二十几个学生 在某公园 常年的练习 我们为什么会相信 有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们有时候需要归属感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 个体太无力了 有时候很希望 自己也能神奇一把 假如说我是某某传人 中华密不可传的 某某传人的 什么什么子弟 虽然我现在尚未大成 但总有一天 我能达到如此境界 那我生活中的其他不如意 是不是就可以削减一些 我个人觉得 他如果就练练功 自己在那儿 也没什么害处 也挺好的 其实这个社会 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 他只要是不敛财骗人 虚意坑人 我觉得这种形式 无害 对吧 让那些老年人 就是那些包括 就您说的 那些在生活中 不如意的人 生活中有点希望 那有什么不好呢 对不对 你要告诉他说你没戏了 你这辈子你就这样了 一辈子你也发不了财 一辈子你就这样 那其实对他来说 活着也很痛苦啊 其实在西方 就是除了他的宗教团体之外 他有很多相同 比如说有相同过去经历的 家里人有谁得过癌症的 对对对 大家可以 这样的互助会 有一个互助会啊 什么 其实他起到的是 差不多相同的功能 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我看到有些人 因为不信 不信完了以后 就产生一种呼吁 说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 有关部门 为什么不去管他 他发了大财 他去这个什么 其实只要我们人性有弱点 这个世界上就有骗子 对 骗子有积极功能 对 骗子的积极功能 就在于把我们人性的弱点 呈现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 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弱点的 对 那正是正是因为骗子 把我们那个弱点呈现出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在我看来 除非你自己 使你自己的人性 丰满起来 对 我们不要期待这个社会 会纯洁到没有这种现象 我们也不要期待公园里面 不要期待在公众场合里 就没有一波一波的大师出现 一定会有 关键的不在于政府管不管 说句话 这件事政府管也没用 也管不过来 真正还是自己 谢谢两位 给我们带来今天前面的这个话题 那么 在今天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文化试点里面呢 是黄梅戏 音乐剧我们看过 黄梅戏我们听过 但是黄梅音乐剧是什么样呢 你见过叼着烟斗 身着洋服 却哼着黄梅小调的戏曲表演吗 你看过用天仙配的曲调 讲述西洋女子复仇的歌剧吗 今年七月 中国的文化舞台就上演了一出 这样颇有争论的黄梅音乐剧 贵妇还乡 而这部戏 也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吴琼的偶心立作 吴琼能否凭借这出戏 成就他中国本土音乐剧的构想 在传统戏曲重重困境中 黄梅戏能否借此打响突围战 这样混搭的表演方式 是否能拉近青年观众 与黄梅戏的距离 文化中国 本期文化 黄梅戏的时代战役 回到现场之后 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吴琼老师 吴琼老师身边的是 贵妇还乡这部戏的 舞美设计 编文彤老师 编文彤老师旁边那位 是这部戏的编剧 王心记老师 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场 那边两位文化评论员 王志安老师和叶琳老师 这边是年轻的 媒体观察团 他们会有问题 和我们一起交流 这个 这戏叫贵妇还乡 吴琼我们 咱们是老朋友了 这个贵妇还乡 这戏名听着有点熟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戏 这个戏是瑞士的著名剧作家 迪伦马特的话剧 剧本改编过来的 是王心记老师改编的 但是可能是作为音乐剧来说吧 这个戏应该是 据我了解嘛 还是第一次 但是作为话剧的话 这个戏在全世界上演 都是非常之多的 就是一出名剧 对 是一出名剧 为什么选这部剧 说心里话 就是说 纯粹地作为一个原创剧 我觉得在当今 而且又在有实验性的 这样一个形式的话 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个人也非常觉得 外边有很多好的剧作 特别是他的深邃的一些思想 和对当下的一些这种 普世的一种意义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抨击当今人们的拜金主义 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适合 我们在当下表现这出戏的 而且用这么样一个形式来融合 所以最后选择的这个戏 最重要的是 这出戏的 王老师的编剧改编吧 应该是说相当相当地棒 然后编文童老师的吴美 他不用说了 一致就要好 选择这个戏是因为它的内容 对 内容 所以关照当下 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可能有一些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作用 可能它会有一些作用和关照 王老师改这个戏 应该挺难的 您是京剧编剧 对 我听了这个 但是我也给他们写过画面剧 我们的阎凤英那个舞台剧 就是王老师写的 后来就因为认识了吧 所以就让我弄 就弄了 我觉得京剧要改黄梅戏 大概还容易 都一样 都一样 改音乐剧也不费劲 因为它这个 其实就是所谓的音乐剧 你说什么叫音乐剧 它就是好像外国叫音乐剧 咱们中国这戏曲 唱一年作打 就跟那外国那一样 就音乐不一样 其实 其实中国戏曲 就是外国人说的音乐剧 我觉得就应该是 好多可能也差不多 咱们具体一点说 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黄梅戏 就是那个腔调 那个调是特别亲切 就是它有的时候 它能唱到人的心里面 拐弯的那种地方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戏之前 我做了一个充分的调查和准备 内心准备 就是说黄梅戏 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我们来历数 黄梅戏什么最好 那黄梅戏在这个所有的中国 这么三百多个几个剧种也好 还是几百几个剧种也好 黄梅戏最突出的优势 就是它的唱腔 它的旋律 因为我确实有这样的感受 比如我去 作为一个盘观者 去参加一个艺术节 或者怎么样的戏剧节 我走进每个剧场 看不同的剧种 那我作为我一个黄梅戏 我不是因为是个黄梅戏的人 我走到这个剧场 听到有的那些戏的那些剧种的旋律 说实话 我根本就 我就根本忍受不了 你也不问人家是怎么想的 你还是黄梅戏的演员主 然后我后来 但是我就觉得 黄梅戏一唱出来 暖暖的 浪对话接对话 一对一对到天根下 它没有那么多的板腔体 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那种声音一出来以后 加上它的伴奏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 哎呦 好像很 就是不管它的故事也好 哎呦 这很舒服 这个旋律 让我在这个剧场里 即使演员一般 舞美 不是 不顺着那个 就是舞台一般 然后 我觉得我听得也挺高兴的 那我们在这个调研过程中 就是说觉得 黄梅戏是所有的地方 戏里的这个旋律 我认为是超好的一个旋律 嗯 那什么女驸马 大家都人人都会唱 他就很蓝蓝上口 让你感到很舒服 那这个音乐确定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第一要传承的是 黄梅的音乐 因为黄梅的音乐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音乐 这个音乐还不完全受地方限制 因为为什么呢 黄梅戏的音乐 因为在天天辈的电影 女驸马的电影出来以后 可以说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不要说只是中国 都会喜欢 不仅仅是安徽的 就所有的 就是中国人听到这样 就像他自己的民族音乐一样 我们没看这个戏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把音乐 唱腔 留下来了 然后再加了其他的东西 整个舞台呈现会是什么样的呢 讲的 舞台呈现一会儿 边老师说 我是从音乐方面角度来考虑 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戏曲 它的编配 一般的还包括中国的民乐 它都比较单线 就不像国外的那种音乐 有很高的 很宽的厚度 那我们这次从音乐的编配上 就开始走爵士风格 流行风格 一开始起的音乐就很火爆 我说一定要火爆 然后他说 那个老年观众不接受 不管了 管不了那么多 乖乖乱地动 我们一个宗旨就是旋律要黄梅 在第一部黄梅音乐剧里面 我们要让人进了剧场 我听到的是 哦 是黄梅 OK 老观众都认可了 比如说第一句张口 就是用天仙佩礼的那个怀音树啊 那个怀音那个树唱的 怀音那个电影里面 那时候科技很拙劣了 那棵大树张嘴唱的那种 然后就是 怀音开口吧 话题呀 是吧 你很传统 我们一开始 觉出风神戏从天降啊 是不是黄梅 就把他的旋律用过来 你就让观众第一印象 首先我们分析这个市场 就是老观众 新观众 我们有铺垫了 很好的爵士风格的音乐 老观众一坐来一看一天 哦 是黄梅 那我继续听下去 是吧 你一不是黄梅 她抬屁股就走了 对不起 那么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我们就尽量地让她 在音乐上面 就是用的是 黄梅的这种旋律 那中间只有一首是流行歌 其他都是黄梅 但这个黄梅呢 在编配上 它的风格 跟那个传统的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你还用了一首流行歌 用了一首流行歌 他们说我怎么着不放弃 我曾经做过流行歌的歌手 对 有一首流行歌 你的眼神让我无法入睡 你的热闻点燃我的情非 我的青春在你身中放飞 你的热闻点燃我的宝贝 在五美上呢 丁老师 五美上我觉得 五雄老师找我的时候 那个说的这个非常明确 有三个要求 第一 要这个要有形式感 然后就是要简洁 简练 但是还不能简单 因为未来要做全国的巡演 还有呢 就是一定要时尚 然后我说你是要做黄梅戏吗 我说不是 我要做一个音乐剧 我就是 你想想看 因为我觉得这个戏 本身从这个迪伦马特的 这个名著改编成一个 这种戏曲和音乐剧 嫁接的形式 就是东西方混搭的 我可以做一个 各种各样不同风格感的 一个贵府还乡 那什么是合适于这一次的 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样式 就是至少您得到剧场去看 剧场就得到剧场去看 一处黄梅音乐剧 贵府还乡 凝聚黄梅戏女王吴雄 和他的团队百般心血 这样的创新 能否打响黄梅戏的时代战役 我是61点多是音乐剧 剩下的才是黄梅 传统戏曲是保护传承 还是自谋出路 对文艺团体都应该取交补贴 中国的传统文化谁来传承 戏曲改革的在这个方面上 我一定是领先的 文化中国为您带来 黄梅戏的时代战役 您要去探索一个新的形式 如果黄梅戏演得好好的 干嘛要去探索 你觉得黄梅戏好好的吗 我知道我想问多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从我应该准确的是说 从2000年开始回归黄梅戏的舞台 就是说演舞台剧 原来这个之间 我在中国广播艺术团 您是知道的 那我觉得这么多年走下来 就是我始终是觉得 当今的这个社会 就大部分人群 不是所有的人 已经在离中国的戏曲 越来越远 原来我们还说 戏曲是被顶到一个尴尬的 很狭小的一个领域里面 对不对 那现在我认为 戏曲已经被完全挤扁 就连过狭小的东西 就没有了 已经就是要挤出了 所谓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繁华 或者是戏曲舞台的繁荣 我认为都像泡沫一样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 来把传统的东西好的 融到新的形式里面 不是老是在说 我们要吸引年轻人 其实我不是不这样认为 我们要主动地走到 他们的队伍里面去 和他前行 和他共同前行 这样我想 就是不一定是完全成功 就有可能 我们会再逐渐回到一点点 回到他们的视线里面来 因为您的这个出发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把黄梅戏这个事 仔细来谈一谈 因为这些年来 说说我个人 我本身我也很少听戏 然后我听到的 能听到的黄梅戏 其实现在都是黄梅调 或者是黄梅歌 就是哪个综艺晚会里面 书上鸟儿成双队 然后永远着 永远就换着人在那 在那唱 然后春节晚会会有一段 有一段我们自己 做春节晚会也会说 京剧来一段吧 平戏来一段吧 黄梅戏来一段吧 乐剧来一段吧 然后但是成本大戏 的这种地方戏 好像在北京 至少很少看到 在安徽我不知道 还能不能够 有成本大戏的舞台和市场 演出是有的 但是没有市场 这种没有市场的演出 就是您说的泡沫是吗 我认为是泡沫 因为首先市场没有购买的售票 就是说基本上不是去售票 是送票去看 但送票呢 会有不少人来看 其实我无个人实话是说的 两位老师 也会有一些来看 但是观众层面的一般的都是中老年朋友 真正的是到票房里面去 你问他你这出戏票房是多少 我相信可能 可能这个数字是会让人很失望很失望的 我也见过很多戏曲工作者 为这个事大声击呼 为这个事去呼吁甚至很悲壮 但是好像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您接受这个现实了 我接受 我接受 因为被淘汰的 自然有被淘汰的他的一些规律 还有一个不可逆转的 这个东西我已经接受了 我不去呼 我也不去叫 我认为要改变的是自身 就您已经认可了 他是不可逆转的 不可逆转的 被抛弃了 对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在接受 我觉得他希望找到一种 自己的一种方式去表达 有更多的是 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思考 我要做什么样的作品出来 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说 有一些老观众 然后我们到 这个很多比较习惯的 就有一种 对于传统的老的黄梅戏 有欣赏习惯和惯性的观众 只吸引那样的观众 我觉得他有一种不满足 才会要做到 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 前面的演出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种评论 对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是吧 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谈 就说到了 甚至说追求的就是这种评论 是吧 不是 就是希望 不是追求 肯定是希望人都来说好 不管什么样的评论 有评论总比没有评论好 这是奇异 对不对 那么就有人来关注你 就是你的尝试 才体现出它的价值 对 是这样 这样我们请两位文化评论员 让他们说说 黄梅戏在他们心里面 是一个什么状况 那个资深媒体人 王志安老师 我个人觉得呢 所有的传统戏剧 如果不改革都会死 这一点呢 我的观点非常清晰 因为这也是一个 不可逆转的趋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传统戏剧 产生的那个土壤变了 因为过去那传统戏剧啊 那个时代 产生的时代 没有广播 没有电视 没有电影 那么其实地方戏剧 是依托于地方文化认同 产生的一种 这种曲异形式 文艺形式 首先从这个社会结构上来讲 城市化运动 人在不断地流动 也就是说 人比过去复杂了 过去呢 每个地区的人生活 都是非常封闭的 比较固定的 第二个呢 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讲 竞争的品种太多了 现在不但有电影 有电视 还有中国好声音 还有超级女生 给你竞争 那么这些艺术形式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为了适应影视传播 使得它的节奏 都大大提高了 但是我们现在 所有的传统戏剧 因为它过去的那种 封闭的艺术形式 导致它的节奏 都特别慢 特别慢 所以就使得 其实这些艺术形式 如果不经过适当的改造 在我看来 一定都会死亡 所以我觉得 吴琼老师做的这个探索 就有价值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与其等待死亡 不如尝试创新 创新还有希望活下去 如果不创新 就一定会死掉 任务 这是我的观点 您这观点 您说的时候 我看王兴记老师 都快忍不住了 我呀 我觉得他死不了 他这 只不过就是流行 就过去戏曲是一种 非常流行文化 他就跟现在唱歌似的 对 他渐渐地 必然他就不流行了 但是不流行 他如果真是经典的话 他肯定他死不了 比如那昆雪 好多那个京剧 他那些经典的那些东西 他肯定不会死的 第一就国家也不愿意让他死 第二呢 就是说 他确实是有玩意儿 这虽然说国家不会让他死 国家阻止不了这东西 您比如说 国家就拼命花钱 养一帮人 在这练 你知道吧 那支持不了多久 早晚有一天体制变了 我的观点就是说 对文艺团体 都应该取交补贴 能活着活下去 活病就死掉 知道吗 明明大家没人看 给他补贴之后 最终搞的东西 还是没人看 这些人还以为是经典 知道吧 这些很多我们的 所谓的这种团体 文艺团体 都是用这个理由 向国家要补贴的 但王老师 我就是文艺团体的 比如说 那我就会说 你要这样的话 那中国的传统文化 谁来传承 这个我们这个文艺 过去没有补助的时候 我们也有传统文化 不是只有这60年 有传统文化 对吧 我们60年前 那些传统文化 你现在要继承和发展 那个时候没有补贴 不是照样有传统文化 创造出来了吗 怕什么 就是咱们现在 主要团太多 就弄得太多 就不用就养那么多 那么一个 行 对 我觉得都是 养一个就好没意见 花不了多少钱 你们两位经过 反复的讨价还价 决定国家就养一个了 养一个 其他多让他们到市场中 王老师说的对 传统群剧 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 节奏真的很慢 现在的舞台剧啊 现在的舞台剧 除了抒情段落以外 它有一些很多的段落 是展开的像梦幻一样 让人再有一种 调解你的情绪 它是通过 用各种各样的音乐和灯光 而我们传统戏剧 我觉得完全没有 在这方面有优势 如果不进行 真正的大胆改良的话 是一定会死亡的 对不起啊 我们今天选这两位嘉宾 选人不对 这个观点都很奇怪 我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中国的传统艺术 需要国家做一定的扶持 这是怎么扶持呢 要是它做一个流动的博物馆 比如说 就是说它是活着的 比如有那么一两个代表的剧种 比如说昆曲 比如说金剧 它们呢 让它们展现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些传统的一些文化 还有它那些 就像玩意儿吧东西 但是呢 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太旧 传统不意味着旧 我是很厌恶这个旧字的 因为呢 旧可以用在老朋友啊 什么这样的 你那个艺术的东西弄得很旧 就年轻人不会去来看的 我真的是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所以如果有一个 像活着的博物馆 就把它们弄得 活得很有尊严 不要让这些传统艺术 把它搞到市场里面 跟那些流行歌呀 这个五花八门的 这个艺术形态去拼搏 最后打得稀里哗啦 最后这个传统艺术的人 一点尊严都没有 一场戏 办得周五正亡的 底下只有一个观众 还下着大雪走那里快 演一出戏 底下只有四个观众 还都是自己团里的家属 你说这个这种场景 对搞从艺的人来说 是一个什么心境呢 13岁开始学艺 最后就落得这个光景 这是很悲凉的 所以我认为它是要死的 就像你看刚才两位评论员 他都一直认为他要死 不是我个人 所以我原来说要死 那板状我特别怕 他们砸我的脑袋是吧 说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确实是觉得 没有人来看你的东西 你就是再怎么样 搞得花枝招展的 那也是一种悲哀呀 肯定是这样的 你说这番话的时候 往上我看你 我的眼泪都快 因为我一想 我这个人是个视觉形象者 我一想着一个人 打一把小伞 那么多人都在 在那个雪地里眼昆虚 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景象 你说是不是 13岁 甚至更早 11岁就快来学艺 从穿到做一朝一室 多少年下来 没有人看 所以现在就是说 因为没有市场 就没有好的作品 没有好的作品 就没有好的绝 没有好的绝 就更没有人看 更没有人看 就更没有好作品 就更没有好绝 这种恶性循环 是无止尽的 所以与其这样 还不如死了就死 我就说 死了就让她死了 死了就是不可惜的 因为没有人再去 给她挨到她了 我这岁数大了 跟她肯定不一样 我岁数不大 我跟她的态度 也不一样 王老师 我觉得她是那样 她不是死 她是退出流行了 对吧 她好多时候 她过去 退出舞台了 什么退出流行了 退出流行了 真是 因为什么 你看过去 就是我在那本京院 就那马连良什么 一说 过去那个说 那一场戏演的钱 拿破了妆 一装装良 马连良那时候 就是吴德华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他所以就是说 经纪演员都非常的 那个愤愤不平 比如说我们现在 你看怎么这样了 他就是这样 他过去了 他那时候 但是他时候过去了 他不见得 他那个艺术本身 他没有价值 玩意儿还是玩意儿 对 玩意儿还是玩意儿 我相信那边那两位 也不会不承认 他的艺术价值 因为中国戏曲 高度城市化 和他抽象表现 等等这些 这些里面的这些 所蕴含的 中国人的这种 这种美学观念 全部都会凝固在那里面 但是他在今天的 现实社会里面 在市场里面 到底能不能活下去 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 我们把这个东西 分开来说 按照这个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 这个讲话的 这个出发点来说 文艺 其实要为 人民群众服务 那么今天的人民群众 如果要看的 不是这个东西了 我们的文艺 工作者 我们的艺术家 我们的文化市场里面 所有的这些从业者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应该主动地去转身 去像无穷老师这样 去寻找市场 去迎合观众的需求 第二个观点是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 更大的尺度上去看看 它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 咱们就说黄梅系 黄梅系以前叫彩茶调 黄梅调 黄梅调 放在一个更长的尺度上来说 也就是一百多年 如果放在用这个大尺度 去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戏 如果去看我们今天 对于这些标本的保护 我们所做的工作 是不是徒劳的 黄老师 我个人觉得 就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来讲 确确实实 有很多消亡的过程中 是不可逆转的 这个就是因为所谓的 天时地利人和变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有些传统文化的基因 我们需不需要 刻意地去保护它们 我个人认为 也的确需要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 也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载体 我个人认为 地方文化的一个载体 地方系 其实过去确确实实 我们重视不够 我说的这个重视不够 不是指政府给钱 给的少 而是我们对所谓的 这种亚文化产品 在文化上 实际上 它是一种压制态度 我们担心这种文化 成长起来 它会破坏 所谓的 大一桶格局 大一桶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 我们对方言的态度 我们是不鼓励用方言 去做电视节目的 广播节目的 我们过去甚至不允许 如果广播电视 有方言节目 需要广电总局的 专门批准 但是事实上 最近几年 有很多地方开始用方言 做的电视节目 在本地非常受欢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文化认同 地方戏本身 其实它的发展 它还有一种内在基因 这种内在基因就在于 我们现在的地域文化 实际上 在某种程度还在 而这种地域文化 长期来是被压制的 那么如果把这种地域文化 释放出来 它还有没有空间 我认为有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需要 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个是吴琼老师 做的现代化的转型 让年轻人 现代的人也来接受 另外一个呢 让地域文化也能 怎么说 扩张出来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艺术形式 就不会像过去简单 那么单一化 叶琳老师您怎么看 我是看了你们的影像资料 对 说实话比我期待中的 要好看 因为本身 迪伦·马特的这个戏 这是它最出名的 两个戏之一 我是很喜欢的 我认为刚才 吴琼老师说到音乐 我觉得 我个人的看法 还是不够大胆 就是在我听来 是黄梅戏 加上电声的伴奏了 对 它并没有说 起到现代音乐剧 现代的音乐剧 音乐的那种强悍的作用 我觉得表现形式上 还是偏传统了 他讲到的是一个 关于音乐剧的一个话题 就是音乐剧是外面来的 我觉得中国 现在大家有很多的 音乐剧爱好者 包括年轻人 现在在戏剧院校里面 也有音乐剧的专业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 全部都要去做 美国的 或者是英国的音乐剧的 一个中文版 才叫音乐剧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和表达 就是在一个 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具有一种戏曲 和这种流行音乐的 一种混搭 出现的一种产物 它是不是我们要 找的一种音乐剧 而不仅仅是说 只有西洋的那种配乐 他们的那种唱法 那种跳法 我觉得可能是 从这个角度上 有了一个很大程度的 一种探索 据学习西方的音乐剧 是否我们会完全照搬 其实这个我觉得 不用有这样的顾虑 就像无穷老师说 我们有身上的基因 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是完全地 把人家的东西照搬过来 但是在现阶段 说实话 在我们现阶段 既然戏剧都已经成这样了 我们的无数老师说要死了 我们应该尽量地去学习 学习 我理解为 我们除了像 这个别人的这种音乐剧 这种短暂的这种音乐剧 历史的这种音乐剧 产品学习之外 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 像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再去挖掘 我们有一些 时代的气息的一种产物 那么它有一种变化 不仅仅是说 我拒绝 我既不拒绝西方 我也不拒绝 像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 我觉得这是一种 宽容的一种心态 您说的这点特别好 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 音乐剧开始热起来了 搞音乐剧的人 基本上都是做 都是西洋音乐培训出来的 受西洋音乐教育培训出来的 要真有戏曲学院的人 出来做一个音乐剧 把戏曲元素嫁接进去 所以特别有意思 中国人特别爱用 不伦不类这个词去评价别人 因为我们好像在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 都有一种文化正统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这个要纯粹要正统 然后稍微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些东西 我们会用不伦不类这四个字 去品评别人 你怕别人说你不伦不类吗 我不怕 我从来不怕 我想好的事情我不怕 包括最后大家在分隔这个时候 分隔这个黄梅跟音乐剧的 这个分隔点的时候 什么61点什么什么的 那种黄金分隔线的时候 我说你们不要拿这个分隔线 来跟我分 如果拿这个分隔线 跟我来分的话 我是61点多是音乐剧 剩下的才是黄梅 黄梅音乐剧是 音乐剧是主体 音乐剧是 音乐剧是0.618 对 然后黄梅戏是剩下的那部分 对 对 是 因为黄梅戏在这个 在这个贵妇皇家音乐剧里面 黄梅戏就是承担上的 主要的唱腔 那么你在形式上 我们的导演梁群 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他把那个 我们要的那种形式感 给我呈现出来 我说好 我要的就是这种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男主角一出来 要像过去 一二一二叫他出来 或者是 搭带杠材杠材就出来 对不对 我们用的是那种 像那个米老鼠和唐老鸭的那种 叫什么 他们叫松八叫什么那个音乐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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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管 对对对 他就 边老师那个舞美设计的特别好 那个斜着的那个门 那个破落的尘 斜着的那个门 那个黄金德老师从那推门一出来 烫一个烫一个脑袋 这样不也可以出来吗 米大 怎么做我不管弄死了一二我就付钱 你儿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我换一个话题 我觉得吴雄 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 黄梅戏有那么多角 然后地方戏也有很多这样的尝试 但是像《贵妇还乡》这样一个戏 发生在你身上 跟你的性格 跟你的经历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这样子 我说的 我还没回答 我觉得就是这种戏 就是吴雄能弄 别的事弄不了 他比较勇敢 第一就是说他比较敏感 你说现在就是这种 就是说金钱对人心的一种腐蚀 按理说这是诸位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 但是说你一批评 就会就是听体制内 好比说我们国音剧团里头 他有很多的就是顾忌 就不太好弄 一开始我写的就是金句 就是那个 相信二十年以前写的 可能十几年了 写的金句 但是金句他不接受 确实金句他比较古老 他那保守性比较大 不接受 黄梅戏就是可以接受 吴雄他个人 他愿意怎么弄怎么弄 没人管的 这怎么话说的 就是这样的 要不是无穷 这戏出不来 这个很勇敢 一个是题材的选择很勇敢 还有就是这个戏的风格样式感的选择 也很勇敢 他回答的跟我想回答的不一样 您的答案是什么 我要回答的 这件事情必须是由我做的 而且我认为戏曲改革的 在这个方面上 我一定是领先的 我是因为站在第一线的 我是个实践者 我是在这个舞台上实践 我是最直接和观众交流 同时我又直接和这些大家们 在一起探讨艺术 所以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 然后我又同时做着市场的调研工作 那我就知道 好 我到一个地方去 看到那个剧场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你说 我们最近展演什么什么样的剧目 我就很高兴地在那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我说你们这个戏剧什么节 怎么没有一出戏呢 就戏曲 戏曲 这戏曲哪里有人来看呢 对我很大的震惊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们好像接很多的话剧 还是个国外的芭蕾 小天鹅跳的哒哒哒哒哒 你们懂这个吗 反正懂不懂不管 反正有人看 然后我说 他们说 吴老师 吴老师 你到我们省镇来着 我们省镇这里 有的什么移动 统新的 他们都经常搞这些活动 比如说芭蕾舞 经常发那个 有没有就是那个赞助 我来看 你也叫他们去赞助嘛 搞 然后好 我说我也试试 跑到这个单位 比如说呢 戏啊 戏哪里有人看的 那芭蕾 芭蕾也有人看高雅 那戏属于什么呢 又不能算下篱疤 又不能算高雅 我们搁哪搁着呢 在空中这样吊着 所以这一切的声音 都是我真切地听到的 对我太大出动了 有的时候 我真的马上 我很长一段时间 痛苦在那儿 话剧 只有讲话 也没有唱 现在好歹 还有什么音乐话剧 也加了音乐 舞蹈 只有跳舞 没有唱 也没有说话 也有人看 是吧 这个戏曲 既有说 又有唱 又有表演 又有人物 怎么就没有人看 不服呗 这是为什么 就是这种 所以我的观念就是说 你想听的音乐吧 我们喜欢什么样音乐 我就说 不要说人家是8090 什么后了 就我在剧场里 想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剧目 给我的效果 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去做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黄梅系艺术家吴琼 对你是一个妨碍 比如说 如果你说这个时候 我是一个音乐剧的制作人 吴琼 而不是黄梅系演员 出身的吴琼 会不会更容易一些 你这个话题 当然问的是特别的好 很尖锐 这个是 不能不累 刚才说的 有利有弊吧 比如说我这次音乐剧 这个贵国皇相在保丽演 然后呢 我经常会到窗口去问票房 我就说怎么样 他们说观众一来问 黄梅音乐剧 那不就还是黄梅系吗 年轻人觉得 活秀而去 然后说 吴琼演的 那吴琼就是黄梅系啊 他是黄梅系最具有代表的人物啊 他就是黄梅系 在他们的印象中就是这样 你要是就叫音乐剧 贵妇还乡 没有黄梅两个字 但是你里面的 的那个唱腔里面都是黄梅系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效果 有可能 但是你不肯 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尽管说我们要与年轻人同行 刚才你有一句话讲的 就是说我们不是去迎合他 我们要领导他 引导他 引导他和他同行 而不是说 你们想要什么 我就什么都不顾了 就跟着你屁股后边跑 也不是那样 我要把有价值的 我们黄梅系里的 好多东西 刚才说的音乐 要让更多的人 去知道他的美 让更多的人去欣赏他 而不仅仅是 永远是那一批小周的观众 我们在这坐着六个人 可能最年轻的是叶琳 但是他不是最年轻 我身后那些人才是最年轻 所以他们怎么参与我们的谈话 他们会关心和问些什么的问题 是我们想跟观众朋友们 分享的广告之后 我们请我们的文化观察团 来跟我们现场嘉宾进行交流 树上的鸟儿飞入千万家 为什么黄梅系的演员 就会愿意更多地去改变 和接受新的东西 黄梅系没有很多的城市 也就意味着没有很多的家底 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 您觉得您在这方面 是一个人在斗争吗 我们黄梅系的几个主要演员 都愿意去做新的尝试 欢迎回到文化中国的现场 我们四位年轻的文化观察团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问我们嘉宾 无穷老师您好 您好 那么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那么当时呢 我在网上看到 保立志愿订的门票价格 最低呢是八十元 最高是一千零八十 那么您订这么高的价格 还能够推广普及黄梅系吗 黄梅音乐局贵妇还乡 有高的票价 也有低的票价 它对的人群是不一样 同时它的品牌 也是不一样的 低价位就是对更多的人 它自己自然走进的 那么高价位是一对 是一对高端人群的 那么这个剧目 是在这个上面 是做的这样的营销策略 比如我们接下来 马上要走小剧场青春版 贵妇还乡 那票价就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它是在推广的形式上 营销上 它是有它不同的策略的 营销手段而已 对 有一部电影叫天下无双 里面是王菲和梁超伟 有一段表演 是那个黄梅歌的部分 然后您自己也有一首歌 是叫那个对歌 这都是用黄梅歌和流行歌曲 结合的方式所演绎的 那对我们年轻人来说 可能这种方式 会比较容易被接纳 但是对于老一辈来说 他们觉得经典的 和传统的东西被破坏了 那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天下无双 它就是就用了原来的 香港的电影叫江山美人里面的这种 什么半皇帝啊 这样的调子来转变过来的 一次一个音符都不带变的 他们是这样 我说一句老实话 根本不懂黄梅戏的人 插出去一点 到香港听那些人唱 歪七八牛的黄梅调 他都会觉得 这听的是黄梅调 他经常觉得你很正式的人 改来改去他唱的 他觉得不是黄梅调 所以这个欣赏的一个惯性呢 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刚才说到 不光是我在改变这个 好像最近比较流行的 把什么天然配啊 放在一些流行歌里面 这么穿插着用啊 包括我那首刚才 他提到的对花 前面是流行 中间是树上的鸟儿 飞入千万家 那前面呢 就是很流行的这种音乐 那这种东西就让 年轻人去听好了 我觉得就像我 我做音乐剧 但并不否认 我将来每年还要呈现 纯正的传统戏给大家看 还是有 当然要有了 我不可能把这个 大家非常喜欢的传统 就让它不去 直到演到你有一天 自然而然 没有一个人来看了 那我们就不演了 所以你是偶尔转身 还不是全面转身 全面转身 但是偶尔要演经典 偶尔要回眸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还有谁 中国现在有很多文艺形势 都会先到国外去传单一方 然后回国之后 就火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用此类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光明系 就先让世界认可你 然后再让中国观众再重新接受你 这样子 我对于让世界来认可 咱们中国本土的东西 不抱希望 我不抱希望 对于怎么样出国去的 这个要搞清楚 是人家真正看到你的东西 好来邀请你去的 还是咱们拼命地再攒这些费用 然后再通过各方面的制作 然后再出去的 到全人街演两场 然后回来了 然后说我 啊 怎么火爆 这个是两个概念 去看的是洋人还是中国人 你是给中国人看 还是给洋人看 这些界限要分清楚的 所以我对于目前这项 现在中国的 中国的艺术走出国门 我不抱希望 您的这个性格 它对于那种 那种冠冕堂皇那些事 你是不去干的 不关心 每一年的春晚呢 都会有传统的戏曲表演 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年轻观众来说 还是挺尴尬的 可能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听不懂在唱什么 所以说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去上厕所啊 放鞭炮啊什么的 那么您对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马冬老师是最合的 因为我在几年前 我就说我不去上春晚 当然春晚也不邀请我 是这样的 就是说啊 你们演员把你们拘在那儿 一个人抱了两分钟 哎 两分钟太长 一分半吧 一分半也长 四十五秒 让你在那排 四十五秒 最后唱 十五五五唱 两遍还没唱完 你就得下去了 然后还把你安排在 放鞭炮的时间里面 对 基本上是 钟声一敲响 大家哦 放鞭炮了 这这这 什么唱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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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戏曲来了 别人都走 吴秋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是首次将 音乐剧和黄梅戏 结合的一个开拓者 可以说是 那您觉得您在这方面 是一个人在斗争吗 首先我说 我不是一个开拓者 不是第一位开拓者 我认为就是 只是我一直怀插着 这种梦想 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们黄梅戏的 几个主要演员 都愿意去做 新的尝试 对 比如说 韩子芬 他也做过一些叫 叫黄梅剧 然后马南又曾经 在上海做过音乐剧 就是说呢 把那个叫长河 也是用 有琴的那个 港台的那个 一批创作人 那我是觉得 黄梅戏有这么多人 来去做这种尝试的话 就可见 大家都对戏剧的危机 这个现实 是不回避的 那为什么 黄梅戏的演员 就会愿意 更多地去 去改编和接受 新的东西 其他剧种的 好像没有黄梅戏 这么特殊 是吧 没有 是因为黄梅戏 它的唱腔更 更快至人口 更小调士多 另外可能就是因为 更容易的 和别的地方嫁结吧 对 就和别的艺术种 或者说黄梅戏 本身的城市化程度 也本身也没有那么高 我就是曾经讲过 黄梅戏 没有很多的城市 也就意味着 没有很多的家底 没有很多的家底 它就原本 没有那么多的宝贝 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 可以去 跟别的地方 去撞击一下 也许会就像你说的 创作出一种新的 将来叫什么 我觉得现在并不重要 是叫音乐剧 还是叫黄梅音乐剧 还是叫什么 现在不太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 我们的尝试 是否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且这个大家 是指的 范意 广放意义的大家 不只是一小众 受众的 至少是买票的观众 对 就是说 能不能让大家 今天有这个音乐剧 我花钱去 就有黄梅标志的音乐剧 带有戏曲音乐的标志 我愿意去看 它也让我看完以后 我很愉悦 我也告诉我的同事 哎 马东 我昨天看了一个 贵福还价 你要不要去看 那我觉得这样 一步步地去走 不要把事情 设定得那么远 谢谢 节目的最后 我们提醒您 您可以登陆 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或者登陆奇异网 或者在人人网 我们的官方公共主页 来分享我们的精彩观点 两个年轻人 惆怅满志 觉得世界是我们的 今天可能还那么响 只是放在心里了 我发现我们走偏了 我发现我们走的路 越来越不对了 我印象当中的相声 应该不是这样 而且有很多的老先生 老前辈 已然在这个领域里头 给我们做出过典范了 只不过是我们功利不到 一开始从心里看 看这把孩子 挺不顺 对于我来说 每一家剧场的流水 是完完全全能做到5000万的 其实我们今天 讨论这个话题 是想给大家推荐一部戏 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形式 给大家推荐一些观点 给大家展现一些争论 虽然我们当中 聊到了特别多的话题 但是所有这些话题 相对于您买票进入剧场 去亲身感受舞台 艺术能够带给您的感染力来说 都不足为道 所以也许这场争论是多余的 也许您更应该做的是买票 走进剧场 亲身地去感受 我们所说的那些艺术的魅力 谢谢收看这期的文化中国 我是主持人马东 下周见